繼續是華氏會客室單元 要繼續帶你來了解導演魏德勝 電影賽德克巴萊 還有海角七號等電影 他都創造了亮眼的票房 不過魏德勝坦言 賽德克巴萊的商標爭議 讓他感到相當挫折 不過他用他自己讀到的人生哲學 調適心情 同時也鼓勵年輕人有創意不夠 還有懂得組織架構 對於想要成為導演的人 他也有一些建議 以物色事件為題材 描寫莫大陸道帶領族人 遇嫌反抗日本長期壓迫 導演魏德勝 2011年指導電影賽德克巴萊 找來馬志祥 林慶台 徐若萱等人主演 當時上映掀起舞動 在台灣創下8.1億台幣票房 但過程卻讓魏德很受挫 生命中目前遇過最大的挫折 當時拍完了塞德克巴萊 然後我們 那個過程的痛苦都 那個是身體的痛 找不到錢的痛 製作難度的痛 然後面對製作的那種痛 可是真的拍完之後 我覺得我們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而且一群人為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大家付出的心力那麼的大 付出的那個辛苦那麼的大 在做一件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到電影在做後期的時候 還沒有上映之前 然後竟然就有人檢舉我們說 我們那個商標冒用 用塞德克的那個商標這樣子去登記 魏德怎麼也沒想到 一番美意卻引起爭議 電影公司將塞德克巴萊 幾個次申請商標註冊 還通過三百多項商品名稱 卻引發塞德克族群起反彈 認為電影只是為了圖利 可是我不知道登記的那個東西 就等於說那個字都歸我們 任何都不能用 可是我當初登記這個東西 不是為了想要賺錢 只是為了想要控制宣傳的節奏 不想讓人家提早把我們的片名 拿去做一大堆的使用 罵我們罵人家說什麼 剽竊原住民的什麼東西 被人家說成這樣子 那我就說就逼我放棄 但是我又覺得放棄很可惜 我們花那麼多的錢 那麼多的力量 那麼多的資源在做這個事情 是為了消費原住民嗎 我消費誰啊 我消費誰 我消費了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的心裡很不平 可是我又 我又不能說什麼 現在想起來情緒還是相當激動 對照2011年金馬獎 未到上海領觀眾跳雪 最佳影片獎說的話 至少就是觀眾肯定的這個事情 這樣子 得不得都會被說了一點的話 最好是不要拿 這樣比較不會被說什麼話 我說我個人這樣比較不會 不會有什麼爭議 不能想像商標爭議 在他心中留下傷痕 就在海角七號大成功後 塞德克巴萊讓滿懷壯志的魏德盛 非常沮喪 是在家裡面氣到不想出門 然後有朋友知道我心情很糟 來找我 我說說不見 因為你在做一個這麼棒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成壞事了呢 我明明是一個好人 為什麼被形容成一個奸商人呢 那種挫折其實是 到現在都還沒辦法 還沒辦法撫平 很多人沒有辦法感受到 儘管能快速調適情緒 但魏德盛講起拍片的苦 還是忍不住哽咽 他始終相信只要有信念 下一個海角七號會再出現 十幾年的導演生涯 讓魏德盛看盡台灣電影生態 對於想成為導演的年輕新秀 他也有話要說 不要說導演 學生也好 我覺得都創意無限 非常好 而且因為他們有太多的 那個空間可以發揮 我們那時候光拍個東西 要先籌到一筆錢 去買底片 去租器材 去找一群人 現在手機拿起來可以拍 手機拿起來弄 所以他們的頭腦 那個創意是我們追不上的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 對我來說是他們要 特別要注意的一個東西 就是組織架構的東西 誰能夠把你多元的視窗 整合為一個視窗 好好地把它完整組織化 一個精彩完整的故事 那就是你的機會點 2020年對於這些藝文工作者來說 是又更艱困的一年 因為疫情的衝擊 你能不能給一些年輕人 一些鼓勵啊 不用擔心 現在年輕的最大優勢是什麼 就是你有的是時間嘛 當疫情在 當那個你無法伸展手腳的時候 培養 醞釀你的能力 然後好好的思考 不要只想要一個職位 要想你要做什麼 你要講的故事是什麼 你要呈現的方式是什麼 想清楚 再去實踐它 魏德勝用自身經歷 鼓勵年輕人 不只要用鏡頭說故事 更要努力寫下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華視新聞朱佩茨 張榮甫 專題報導